大家各位早上好 看看我们的柿子 真的丰收了 绝对吃不完 只能摆摆样子 然后我走了以后 日本这个妈妈肯定就会 丢到垃圾里了 他们这些人非常奇怪 这个日本人 觉得水果一定要在超市买的才能吃 自己园子里摘的水果是不能吃的 以前我在家里种的苹果 橘子 各种各样的水果 他们都不吃 就像我这样 这个柿子今天丰收 日本妈妈还要到超市去买柿子 OK 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讲美国拒签新疆的领导 同志们的签证 不让他们进入美国 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我们知道最近 美国的移民局提出来 他们要拒签 对一些他们认为是违反了人权 在新疆迫害了维吾尔族的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 要拒签 不让他们进入美国 随着白宫 这个川普团队 就列入了28个个人跟公司 这28个个人跟公司就进入了黑名单 这些个人和这些公司的人进入美国就不行 不给你们签证 这个问题呢 要从几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这一次 为什么美国不起因马格尼斯基人权法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马格尼斯基人权法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法律是怎么来的 这个法律是在俄罗斯有一位会计 这位会计呢 他反对腐败 然后呢 就被这个暗杀了 就为了纪念这位主持公道 主持正义 有正义感的这位会计 他的名字叫马格尼斯基 美国就制定了一项法律 去制裁那些全世界迫害人权的这些人 怎么制裁呢 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以及不发给他们在美国的签证 已经在美国的 要把他们赶出去 这个呢 好像是对好几个国家 对这个伊朗啊 这个是委内瑞拉 这个维尼瑞拉 这些国家的 这个违反人权的这些领导呢 已经采取过行动 同时对中国的 我记得了就有两位 一位是军方的 叫什么福来着啊 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 以及不让他进入美国境内啊 另一位是新疆的一位领导 以前做过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不启用这个法律 就是美国的法律啊 他这个程序实在是太长啊 你如果说是要控告他们啊 要启用这个法律的话 那你要提出证据 那个流程会很长 花很多的时间 比如说孟晚之后这个事情 对吧 一启动法律程序 那你就有多好搞 多过五年十年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一次 干脆就不动这个法律啊 美国直接就是 我怀疑你 有破坏人权的行为 我怀疑你 我就不欢迎你到我国家了 可不可以啊 完全可以嘛 对吧 这是我的国家 我怀疑你不是个好人 我怀疑你破坏了人权 我怀疑你在新疆做的这种事情 对不起 我不让你进来 这是为什么 他不启用马格尼斯基 人权法的原因 我觉得啊 第二 这个时期很重要 我们知道这个新疆 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吧 已经搞了几年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 要提出来 这正好是中美贸易战的 就要签协约的这个时候啊 两边都要签合同了 两边都讲 我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中国来了一个什么 中国来了一个抵制NBA OK 全中国啊 我们不看NBA 搞了一个运动啊 给他一个压力 那么美国呢 我也给你一个压力啊 我直接精准打击你的中共的领导 你怕不怕 我觉得也是这么一场戏啊 但是呢 这是真正的原因吗 我觉得还不是 为什么 这个中美贸易战啊 真的对于美国人民来说 他们没有太当一回事啊 这个美国人民啊 跟中国人民是反的啊 前世的一些利益方面的事情 做生意的事情 我亏一点 正一点 他们没什么兴趣啊 你拼命跟他喊叫什么 他们赢不起太多的兴趣 不就是做生意吗 多一点少一点 对吧 但是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啊 前世的利益方面的事情 那我们是怎么怎么样啊 至于说人权啊 民族啊 自由啊 那也不能当饭吃 我们去讲的干什么呢 我们自己讲 我做了这个事情 你是给我五毛 还是给我六毛 这个事情就很重要啊 至于说 其他的不重要 美国人刚好 从这一点上又相反 美国人在道义上 那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爱政分明啊 非常的强烈 他们对于不正义的事情 不道德的事情 那么他们是非常的敏感啊 为什么新疆的这个事情 对于美国人来说 比香港的事情还要敏感呢 因为香港人民争取的是 民主跟自由啊 那只是说活得更好一些 而新疆人民面临的是 是生和死的问题 是民族存亡的问题 这两个事情 这两个问题的高度 差得远了去了 所以在美国人民看来 新疆问题远远要比 香港问题要重要 那么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期 把这个问题提得这么高 你想想看啊 美国人到今天为止 恋恋不忘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对他的种族灭绝 这个罪行啊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学校里还在学习 还在拉脆拉脆拉脆 因为我们知道啊 美国这个社会 很大的程度上 是被犹太人掌握了 所以这个仇恨 他们是不会忘记的 而这个呢 你套到香港上套不上 因为香港跟大陆人 都是汉人 对不对 在外国人眼睛看起来 你们是一样的人 所以它不存在一个 种族灭绝的问题 除非是中共真的 到香港去搞大屠杀 这个坦克开山机 机枪扫射 那就不一样 不到那个程度的话 你呢帮着打伤人 打死人 美国人民 不会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新疆不同 新疆是一个 另外一个民族 新疆维吾尔人 是另外一个民族 它跟汉人不是一回事 所以说 汉人对着维吾尔人的 这种行为 在美国人看来 这是一个 种族之间的问题 是民族之间的问题 那么换言之 现在的舆论的导向是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 中国的这个政府 就是当年希特勒 那个政府 连名字都一样 民族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t OK 民族社会主义者 那么 一旦把这个中国的政府 定型为 希特勒那样的 邪恶政权的话 那么他们的对象 就是维吾尔人 是另外一个民族人 那么中国的 希特勒斯的 黑暗的 邪恶的政权 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欺压 这是美国人民 说绝对不能容忍的 大家听清楚没有啊 所以说 这一次美国的移民局 做出这样一个行动的话 是全美国人民 所赞成的 那么移民局 做出这么一个动作 全体人民赞成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终的目的是 美国需要一个民族英雄 我们知道啊 美国这个民族啊 他是一个牛仔民族 他是一个 倾怒不平 八道向座的民族啊 他是一个 要救世界的民族啊 你看我们那个 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啊 都是美国人啊 当个人英雄 去拯救整个世界啊 都是这样的 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 这样一个民族 那么 既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 习特勒犯下的那种罪行 在今天的社会 还在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需要一个 美国的英雄 去拯救那个民族 这个英雄将是谁呢 特朗普大总统 OK 现在搞清楚没有啊 一切最后是归到啊 特朗普大总统 所有这一切 他真正的目的是 为了给特朗普大总统 一个制高点 一个道义的制高点 特朗普总统 政权在七一亚克屠杀 另一个民族的时候 我们美国的一个总统 站出来啊 去拯救那个民族的话 这个时候啊 这个特朗普的 他的这个 道路的制高点 哇就上去了 好 我终于讲到点子上了 所有的这些行为啊 在我看来 在我老九看来 都是为了川普总统 连任而做的一些铺垫 总结一下 这一次美国出台的 拒签中国高级领导人的签证 也就是新疆那些 他们怀疑犯有 破坏人权的这些人的签证 的深层意义和最终目的 是为了川普连任 OK 讲完了 但是 还要补充一点啊 我们的外交发言人 又会不高兴了 你这不是在干涉 我们的内政吗 啊 那么我跟大家讲 这个完全不是干涉 中国的内政 让谁进美国 不让谁进美国 这是美国的内政 对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喜欢你 我就让你进来 我不喜欢你 我就不让你进来 啊 我怀疑你 做了这种事情 我就可以不让你进来 我都不需要给你原银 所以说美国的海关 它有这个权利 啊 它不让你进来 那么又有人说了啊 九哥 你以前不是刚刚批评过 华春莹女士吗 这么英国的保守党的负责人啊 入境香港的时候 你不是批评华春莹吗 因为华春莹不是讲的同样的话吗 香港是中国的 这是我的家里 我爱让谁进来 就让谁进来 我不让谁进来 就不让谁进来啊 你当时不是批评华春莹同志吗 你这不是double standard 你这不是双层标准吗 这个我们要讲一讲啊 美国的拒签不让人进来 跟香港的不让英国人进来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为什么 这个美国的原则是 中国人到美国来 是不让进的 这是他的原则 我不让你进 你要进来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你说我是来读书的啊 我是来投资的 我是来旅游的 我是来探亲的 你有个很好的理由 好 那么我就让你进 所以他这个是 不让你进作为前提的 所以他有权利 不让他不喜欢的人进 而香港跟英国是有协约的 是可以自由出入的 英国人到香港去 是可以自动免签 而且待180天的 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约 就是说我的门对你是敞开的 那么我不让你进来呢 我需要有一个理由 对不对 所以说华春莹同志的那一次 如果他能讲出一个理由 就可以了 你不能说香港是我的家 我爱让谁进来 就让谁进来 我不让谁进来 就不让谁进来 你不能这样想 因为你原来是同意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 华同志只要讲一句啊 我们怀疑你到香港呢 会做一些有害香港稳定的事情 你举个任何一个理由 你给一个理由 就可以了 这是区别啊 你要给一个理由啊 甚至是提前统治人家 给个黑名单 美国不是给黑名单吗 美国不是有个黑名单 28个这些你不要来了 中国也可以啊 中国列出一个黑名单 这些英国人 请你们不要到香港来 那就可以了嘛 你不要等人家来了以后 不给任何理由啊 本来是说好的 是可以进的 你不给理由说 我不让人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不遵守 自己的承诺和法律 这个是对对方的不尊重 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OK 这次节目我讲完了啊 就是说美国的这一次 拒签新疆的某些领导人 入境美国 我觉得他最终的目的 最深层的意义在于 给川普总统助选 希望他继续连任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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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